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最近成立 身兼董事长的数位部部长唐凤 却被民众投诉拖欠员工的薪资 台北市议员许巧新爆料 由内部员工陈琴 一月到职至今都没有收到薪水 另外也质疑唐凤身为政务官 却拍影片帮私人企业背书 对此资安院发了声明驳斥 说影片是唐凤担任政委时制作 以创意共享的方式授权公开释出 没有帮特定的私人通路背书 更没有不务正业 至于拖欠的薪资经费 已经进入了行政程序 会尽速依照规定播发 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才盛大接牌 身兼资安院董事长的数位部部长唐凤 就被爆出拖欠员工薪水 台北市议员许巧新接获民众陈琴 资安院强迫1月16号报道 但过了将近一个月都没有领到薪水 数位发展部理论上应该是非常进步的部会 为什么在发新的会做变成一个落后的部会呢 几十年来很少看到有哪一位部会手上 明目张胆的去帮这个特定的企业 做人形的立牌看板 资安院发声明澄清有两位同仁在1月到值 薪资经费已经进入行政程序会尽速以规定播发 但许巧新再报唐凤多次被发现 帮私人企业背书或宣传 至于不务正业说的就是这部影片 从我们的温室气体怎么样减量 地球怎么样可以飙那么快的脑化 资安院驳斥指控表示影片为2020年 唐凤担任郑伟时制作 以CC创意共享的方式授权公开释出 任何影音平台都可使用 没有帮特定私人通路背书 属于本职业务没有博物正业 这是唐凤部长在他当政委的时候 那当然他过去其实就一直是督找 这些社会创新跟开放政府的业务 所以其实本来就会有一些 跟相关企业的一些接触 白一律说清楚 把关全民资安可不能失了人民信任 藉统权星宇台北报道